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装修的大崔 今天讲一讲如何选择瓷砖 这条视频只针对于普通业主 如果说你是特别有钱 或者说特别没钱 这条视频都不适合你 你是普通人的话 怎么把这条视频认真看完 第一个呢 普通业主 你记住你选瓷砖的标准 你不用去看什么攻略 你尽量选择品牌的 因为我从事装修已经七八年了 一块瓷砖拿到我的面前 我看一看它的右面 看一看它胚层 能够看看七上八下 但是我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只有工人铺贴瓷砖上手 亲一亲铺半天 然后看看整体的一个平整度 才能够知道这个砖真的好坏 所以说咱们普通业主 你也别看那些攻略了 你看什么呢 你就买一个品牌的 哪怕特价的 也比你不知道那种 不知根不知底的杂牌的 要有把握 你踩坑的概率也会低很多 一定要记住 这是很关键的 第二个 瓷砖尺寸方面 有钱你就选大的 没钱情况下 你就选择 强砖选择四八百也行 三六百也行 地砖选择八百成八百 整体的装修效果影响很小 你大砖跟小砖 在整个装修来说 效果上影响微乎其微 第三个 谨慎 谨慎去选择的瓷砖 深灰色 亮面的瓷砖 谨慎去选择 除非你家采光确实特别好 并且你也不做无主灯的一个调顶 因为深色亮面 是有很好的一个反光的一个效果的 整整起来家里面 白天就黑洞洞的 并且哑光柔光的瓷砖 也谨慎选择 尤其是厨房和卫生间 打理卫生 比亮面的要差一些 就是你要是稍微懒一点 你就选择普通刨右砖 非常实用 最后一个 就是无论你选多大的墙砖 卫生间的地砖 首先推荐就是 400x400尺寸以内 这样卫生间 尤其是湿区 更好找坡度 整体做出来的效果 也会比较理想 不要过分的追求 我的墙砖用1米2的 我地砖也用1米2的 这样你卫生间的坡度 是很难做的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咱们买自砖 不用特别的跟风 达到自己喜欢 跟加你家的装修风格 做好搭配 就可以了 王大翠 关注老兄妹 谢谢